公子车关坏了 子哥,你人没事吧 不小心把人家车给划了 人没事有没有刺伤 谁啊,关你什么事 不是 你管我有没有事 你管我是谁 子哥,你人没事就好了 原来是一伙的 一看就是农村人 算不垂圾的穷三样 你看你们看得起吗 不是 你这个美女今天早上 起床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刷牙 啊, прич mitt 轮村人怎么了 轮村人你也是惹不起的 你知道吗 快别说了 你拉着我干什么 你看看他把我们车都关坏了 小王 都是请顾总 都要请 你说多少钱 看一看 这关坏的地方 十万块钱 别说了 十万块钱 你怎么不去抢啊 这个车 小王 顾总 这个车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 我不是让你去保养吗 车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对不起 小王怎么回事 他死了怎么回事 这位美女是 她是我女朋友 你女朋友 小王 不是我说你 你不要一天到晚跟我惹麻烦 行不行 对不起 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我上次是不是给过你机会 你做事能靠谱一点吗 这个是你的车吗 没事 没事你人没事就好 你看都弄脏了 你车被我刮混 没关系 没关系 你 我都是钱 我赔 我赔吗 我赔 你赔人呀 小王 我现在不说你 但我回去再好好收拾你 对不起 还没随意来找你 嗯 沐总 对不起 今天受我的车哭 恭喜 小王 你到底要让我怎么表扬你才是对的呢 你跟我讲一下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事不过三 聪明的人嘴甜 讨厌的人会演 而你呢 小王 你是不是觉得 抓住现实中的一分一秒 胜过想象中的一月一年就过了呀 小王你太让我失望了 沐总 实在是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是我们家小王的老板 真的实在是对不起 还有你就是小王的女朋友 是吧 你虽然不是我的员工 但是这个我也要批评你一下 得柔人畜且饶人 退一步海碰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做人要留一线日后好相处 这个道理你懂吗 小王 我今天的话也不跟你们两个讲太多 你俩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吧 你俩先回去吧 来 提波 你动了 提波来坐 提波 今天怎么回事 挺不好意思的 这个我要批评你一下吧 我为什么要批评你呢 因为今天这样太危险了 要是我没出现 你该怎么办 对了 你刚刚出去是干嘛的呀 我 我想的是给你 给你买一碗饭去的 因为我看你平时都很少吃饭忙着 没想到 又添加了很多麻烦 觉得 这个车我都赔不起 我觉得 我配不上你 提波 其实 爱是一种理解 爱是一种付出 爱它也是一种陶醉 爱是一种承诺 爱也是一种我们的理想 春花秋月 夏日清风 这些它都很优美 但唯有你的心里 才是我想去的四季 我希望以后 你出去做什么事的时候 可以跟我说一下 别让我太担心 好吗 不要忘记我 爱你 不要忘记我 想你 你不要忘记我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